文章来源 陈运慧文记者 黄星图网络 新疆球迷想过新疆能大比分赢广州 但从未有人想过是如此顺利的方式 半场12个三分球 17个助攻领先对手30分 全场32个助攻 20个三分球 这哪里是新疆飞虎 这则明是荆州勇士化身 库里排亚当斯在新疆严密的防守支持下 半场好取35分 5G3分 带领新疆卡什古城 打出了华丽的跑轰篮球 本赛季 新疆相比上个赛季缺少了周琪和布拉切 但是鱼长洞阿布都沙拉木的快速成长 让李秋平有了新的王牌 新赛季 李秋平祭出亚当斯带领四个良名以上的球员 组成的一小四大阵容 我们的内线在身高上吃亏 只能提高全队的平均身高 希望这样能保证篮板 只要篮板有保障 通过高强度的防守 能全面提速 我们在移动能力上还是有优势的 我们要打更快的篮球 新赛季开始前 李秋平对记者阐述了了新赛季 在打法上的一些变化 广州龙师本赛季拥有三万元 同时还有范子明 郑准和朱曲行 这样的内线支撑 内线实力十分强大 此外 外线拥有万元福格和举明星 选秀状元陈寅俊 次前三场比赛 广州先后战胜了上赛季两支季后赛球队上海 和四川与广东也接战到了最后一截才决出胜负 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 经过前三轮的磨合 新疆渐入佳境 虽然与辽宁的比赛输了 但是一度落后30分的新疆 在短短13分钟追回了27分 这让新疆有了足够的信心 虽然此意里根依然因伤未能上场 但新赛季里球瓶挤出的一小四大的千发五虎上将给了对手一个下马威 首截比赛就取得了9分的优势 第二截更是三分球石头八重 一举将分差扩大到了30分 此一亚洲万元桑尼完全被于长洞和阿布都沙拉木压制 全场只有12分7个篮板入仗 他的命中率是远低于平均水平的42% 另一位内线万元和布鲁斯 在新疆内线的盐防之下 上半场也仅有6分入仗 场均得分30的伏格更惨 在可兰白克和西热利江的轮番照顾下 他上半场出手14次仅有3球命中 命中率为可怜的21% 全场比赛也只有23投6中的惨淡表现 上半场早早锁定胜据的新疆 在下半场开始了全面的攻防演练 王子瑞 李学林 唐才玉 刘峰伯都获得了不少上场时间 在内外线全面压制住对手的新疆 却是内外线全面开花 于掌洞拿下了11分和10个篮板 孙彤林也有4分6个助攻7个篮板 可兰白克命中6季3分球 新热利江贡献3个3分球 阿布都沙拉木命中1个3分球 3人的命中率为惊人的7% 孙明阳也在本场比赛打出自信 出手果断的他全场比赛6投4中得到8分 并送出2季助攻和2季盖帽 最为神勇的是亚当斯 他获得了51分10个篮板 和9次助攻的超豪华准三窗数据 单场3分球20 助攻30 这是NBA总冠军荆州勇士的标签 如今CBA总冠军新疆飞狐也能打出如此华丽的数据 或许这是灵光一线 或许这将开创一个全新的打法 如今版本阵容深厚的新疆 无论内外线都有强大的源头能力 外线更是有亚当斯 里根西日立江 可兰白克阿布都沙拉木账的神投手 于长洞和阿布都沙拉木都具备强大的内线 攻击和外线远头的能力 这才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球队的打法 如今在与辽宁深圳广州三支强队激战之后 新疆证明了球队自身的实力 更为强大的广东将与新疆在下周二展开对决 这场比赛才是新疆真正的市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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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比赛才是新疆真正的市金石